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你的节目很久 你给我很多正能量 我的感情一团糟 五六年了 我的恋情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我发现一开始 我只是贪恋他们的好 心理依靠 陪伴 金钱 照顾或者肉体 但我很快又会发现 不是我要的人 前任则被我索取无度 觉得我太物质 我承认我变得越来越依恋物质 在每一段关系的开始 我都是投入的 我现在很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怪圈 怎么样能让自己确定 这样是对的人再投入 怎么样避免为了填补内心空洞 而去找那些对自己很好的人 怎么样区别到底是爱还是感动呢 其实Sabrina 安安老师看完了你的来信 你自己的问题你也很清楚 那就是你当中说的一点 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 而去找那些对自己很好的人 但是跟这些人在一起以后 你却又发现他们不是你要的人 所以很快的恋情又无疾而终 因此你想要突破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你要培养出一个人也能够好好过日子的能力 这个一个人也能够好好过日子 包含了你在心理上是独立的 你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而你自己会好好地照顾自己 会好好地爱惜自己 只有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才有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然后在那样子的前提之下 你去找到的人才会是你所谓对的人 其实现在的你的状态 就像是一个饿晕了的人一样 你看到面前有什么东西可以裹腹 就赶紧抓来狼吞虎咽的吞下肚 等到肚子没那么饿了 你才发现原来我吃下去的东西 并不是我喜欢的 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品尝到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当你没有那么饿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慢慢地去挑选你喜欢的东西 慢慢地去品尝它的美好 而不是处于一个饿到发晕的状态 狼吞虎咽 连自己吃了什么都不清楚 只是手边有什么就抓过来吃 因此呢 安老师给你的建议就是 请你先学会和自己谈恋爱 把自己当成是你的情人 你先跟自己谈一场恋爱 当你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懂得倾听自己内在的需要 自己懂得去满足自己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不饿的人了 而这个时候你会知道 嗯 原来我想要吃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口味 当我吃的时候我会很珍惜 我也会慢慢地去品尝它 你就会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当你得到了以后 你也会去珍惜它 祝福你 接下来是来自 呼啦啦妈妈咋的来信 安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快要满20岁的大学女生 我从小性格就比较温吞 很少会发脾气 也正是因为这样 母亲也总是说我性格太软弱了 当然这也会让我有时候吃很大的亏 现在我虽然快20了 但也没有谈过恋爱 或者是被别的男生喜欢过 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的性格太温柔了 导致别人常常注意不到我 或者也不会对我感兴趣 而很多性格比较突出 比如比较喜欢发小脾气 或者性格比较尖锐的女生 似乎就很受男生喜欢 我现在常常想要改掉自己的性格 可是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呢 安老师看完了你的来信 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可爱的女孩 其实呢 这个青菜萝卜各有人爱 有些人会偏好性格刚烈的辣妹子 也有人喜欢气质婉约的温柔女人 所以呢 安老师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为什么你身旁像你说的性格很尖锐的女人 会讨男生的欢心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们除了性格尖锐以外 还有哪些部分 然后你甚至可以更直接一点 去问这些喜欢他们的男生 你是喜欢这些女生的哪一点 然后你就会发现 也许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可能有些男生会说 我喜欢他呛辣的性格 有些男生会说 我喜欢他的外表 可能有些男生说 我也不知道啊 他常常命令我做东做西 做久了 我好像也就喜欢上他了 关于这一点呢 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有提到 是一种人想要去减低 所谓认知失调 以后会做出的反应 可能这男生本来没有那么喜欢他 但是因为做了很多事 男生会想 为什么我要帮他做那么多事呢 当他命令我的时候 所以自己就会解读说 那应该是喜欢他吧 那可能也有些男生说 那是因为 我跟他聊天 我觉得很愉快 我跟他聊运动 好像他也懂 我跟他聊车子 好像他也理解 我们两个好像有很多共同话题 你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去发觉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个女生 当你知道了 其他的原因以后 也许你发现 你的性格是加分作用 温柔婉约 而不是减分作用 而你要改变的 其实是其他的部分 相信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 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加油 好的 今天的安心信箱就回答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问安安老师 都欢迎你们上 心安理得的讨论区留言给我 也许下一次 你在节目当中 就会听到安安老师呼唤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